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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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本季的42mark 测试本年度的收官之战 反正在2021年之前我们进行了第四次42mark 测试 这一次的参赛选手有立了flag的小鹏P7 以我现在用下来的使用体验得一个榜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注意啊是榜二不是这一次的第二 自信爆棚的奔驰E300L 莫名陪跑的上汽R1R6 你觉得这三辆车会在榜单的什么位置 可以把结果打在公屏上 如果你只关心最后的成绩 也可以直接空降到片尾看结果 摄像头就像汽车的眼睛 毫米波雷达呢让眼睛有了一丢丢距离感知的能力 芯片呢就像汽车的大脑 软件能力呢就像一辆车的智商 越丰富的摄像头和雷达 意味着车子的感知基础越好 算力越高的芯片意味着大脑越发达 不过硬件只能看出一套辅助驾驶能力的上限 能不能用好这些硬件 还得看这套辅助驾驶的智商如何 奔驰的特点在于采用了一组双目摄像头 相比现在主流的单目或者三目 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方案 至于效果如何大家可以重点看一看细菁昌号的反应 小鹏的感知硬件是目前量产者中最丰富的 采用的英伟达XIVIER芯片 算力是仅次于特斯拉第二高的 不过目前小鹏推送的Xpilot 2.5 版本软件 只用了一颗前置摄像头加三颗毫米波雷达 也只有部分算法跑在了XIVIER芯片上 所以这次测试小鹏拼的不全是硬件 而是智商 ER6的硬件是常规的一颗单目摄像头加三颗毫米波雷达的方案 我们也很好奇这个级别车型的辅助驾驶 到底有没有一个能打的 硬件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就上硬菜 XIVIERMARK一共包含了八大场景的测试 视频时长有限 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能力差异比较大的五部分 剩下的可以在我们42号车库的官网 查看一镜到底的小视频 这个项目里我们一共设置了A B C 三种不同曲率的弯道 主要考察车辆的转向控制能力 首当其冲的是老大哥奔驰 这个表现有没有出乎你们的意料 在我们历史测试过的车型里 只有特斯拉和蔚来通过了魔鬼级别的A级弯 能通过这个级别的弯道 意味着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辅助驾驶基本上不会出现 因为弯道曲率过大导致的退出 奔驰虽然没有通过全程 但是这个横向控制能力 也妥妥的是42Mark榜单的前三名 不过和稳如老狗的特斯拉不一样的是 蔚来和奔驰都没有坚持到最后出弯汇入主路 而在多次测试中 组织驾驶退出的时间点也都不太一样 这一点上会让驾驶员稍欠缺一点安全感 至于我的P7 它的表现可能跟大家的预期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现阶段P7的过弯能力 确实是造车新势力三强里最弱的 就更不用说和特斯拉比了 不过在曲率更小的C级弯测试中 P7的表现倒是非常出色 不仅顺利通过了整段蜿蜒的扎道 就连出弯后车道线不清晰的路段 也能够清晰的识别到车道线 辅助驾驶的连续性非常好 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虽然没有投三分的能力 但是两分球百发百中 蔚来和奔驰虽然有三分的能力 但是并不是百发百中 特斯拉则属于那种既有三分又百发百中的 至于上汽R、ER6 这三个弯道对于它来说显然是有一点点超纲了 虽然相比上一次测试 一入弯就躺平的老款车型 可以看到ER6还是非常努力的在过弯 但是这个颤颤巍巍的样子 也完全是不可依赖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没有弯道能力 开车最讨厌碰到的就是堵车 这个时候如果辅助驾驶能帮你接管 转向、加速、刹车 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到 拥堵场景下体验的差异 拥堵测试里 我们一共设置了10个测试项目 加一段20公里的拥堵入口 在拥堵入口中 表现最好的是小鹏P7 车道保持稳定 大部分时间都不需要驾驶员操心 省心省力 唯一的缺点就是 比较容易被加塞 刚刚又被一面包车加塞了 又被两个车加塞了 在我们后续的分向测试中发现 虽然P7的跟停距离只有2.8米 并不容易被加塞 但是辅助驾驶状态下 从0提速到20公里每小时 需要6.5秒 非常缓慢 在频繁走停的拥堵路段 P7过慢的起步速度 非常容易与前车拉开距离 大大增加了被加塞的几率 在面对小车加塞的时候 P7识别响应的速度倒是足够快 这一点在我们四分之一车道入侵测试中也得以体现 只要前车车轮出现轻微压线 系统即可迅速识别 减速避让 但是在面对大卡车或者客车加塞的时候 系统无一例外 全部都没有识别出来 这种场景也是视觉感知车型的重灾区 即使有脚雷达也很难幸免 所以在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 驾驶员一定要小心谨慎 奔驰的表现也不赖 在高架环路且车速低于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系统还会自动激活走停辅助系统 堵车的时候一分钟以内都可以自动恢复跟车 大大降低了驾驶员的接管次数 2.4米的跟停距离 3.8秒的0-20公里加速时间 让奔驰从来就没有被加塞的烦恼 在拥堵路况下 前半段测试中 测试员昌浩吹爆了奔驰的体验 我明明是应该出现在第一波 服务驾驶测试的 现在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时间 一个错误的地点 遇到一帮错误的对手 显得我有点欺负他们 在面对压线行驶车辆的时候 系统也可以及时的识别 这卡车加塞了加塞了加塞了 加塞了加塞了 哎哎哎 哎杀住了杀住了 哎杀住了杀住了 哎又来一个又杀住了 太强了奔驰这套 但是在昌浩的后续测试中 也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过短的跟车距离和过快的响应车速 也对车辆的识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推爆奔驰 我跟你们说奔驰干嘛 啊 我 哎呦 我说错了 说错了没点 从仪表上可以看出 在昌浩刹车的前两秒里 系统已经识别到了前车 我相信奔驰可以及时的把车距 控制在安全距离 但这个距离显然已经超过了昌浩的心理预值 而且在我们后续的分向测试中发现 在更亭距离为一挡的情况下 E300的减速计值达到了0.32G 在车内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减速度 不过由于测试员的昌浩前科过多 我已经不太信任这个测试黑洞了 所以返程的时候呢 我也重新验证再测了一次 整个过程呢 可以说是丝般顺滑 最后我们发现两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为中国路况特调的一挡跟车距离 可以把它看作为激进模式 无论是动态跟车距离 还是响应速度 都会更加积极 如果你的驾驶习惯比较保守 也可以把跟车距离调到2档或者3档 跟停距离相同 但是动态跟车距离更远 响应的速度也没有那么激进 另外奔驰的方向盘 对手部力量特别敏感 只要你手稍微重一点搭在方向盘上 系统就会认为你想要掌握主动权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在意 是有一定出现风险的 最后是上汽R 126 由于上一次测试 这个级别的车型给我们留下了太多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对126自然也没有抱太高的期待 但测试完之后 表现确实比上次测试的威马比亚迪要靠谱很多 加减速控制平顺舒服 而且车道保持能力也远超上次那几位 中高速行驶的时候 驾驶员会轻松很多 不过在面对加塞车辆的时候 识别速度仍然偏慢 低速场景下偶尔会出现车道偏离或者不居中的情况 所以在这两个场景下还需要驾驶员多多留心 自动辅助便道 也叫打灯自动便道 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打转向灯 让车辆自主变换车道 目前市面上具备这个功能的车型不超过7款 这个功能最重要的前提是安全 而安全就是能够准确探测到后方的车辆 为了测试出不同车型 好用在哪儿 难用在哪儿 安不安全 我们把打灯便道的体验拆分为了8个测试项 奔驰E300和小鹏P7都具备打灯便道的功能 但是令人不爽的是 这两辆车打灯便道的最低可用车速分辨为60和65公里每小时 虽然奔驰根据中国路况环境把可用车速从80降低到60 但是相比隔壁特斯拉理想未来 这个速度显然还是高了一点 在限速80的环路上 经常因为速度受限无法使用 不过便道过程的体验 奔驰和小鹏都不错 经过我们实测 在后方车辆距离8米的情况下即可自动便道 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 你看后视镜觉得可以变道了 系统都可以变过去 变道的速度也还算干脆利落 而且奔驰和小鹏都可以识别到后方的快速来车 保证基本安全 令我们最惊讶的是 奔驰是我们测试到现在 和特斯拉V2可以识别虚实线的车型 这也侧面证明了奔驰超强的识别能力 人机交互既包含了仪表的可视化显示 人机交互既包含了仪表的可视化显示 又包含了声音的提醒 说人机交互之前 我想与大家先交流一下 你觉得这一点重要吗 你可以在弹幕区里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这次测试我们发现 小鹏和奔驰刚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 P7有着清晰的可视化 再碰到危险路段也会有明显的报警提示 优点在于可以让驾驶员更明确的知道 当前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 在不能工作的路段也可以及时的提醒接管 让驾驶员比较有安全感 缺点就是每一次开启退出警报的提示音 都会让同行的乘客比较紧张 而奔驰则完全相反 图标相对较小 没有可视化显示 报警提示也不那么明显 好处就是乘客相对无感 劣势就是驾驶员需要更谨慎一点 自动驾车这个功能做得不好 那就相当于没有 不过这一次我们迎来了决心把它做好的选手 为了展示出驾车能力的强弱 我们设立了五个指标 如果这五点都做好了 那肯定可以和老司机比一比 在自动化程度上 小鹏和特斯拉理想位列第一 每一次使用前都不需要手动开启 开过车位即可使用 体验上更加无感 也大大提高了自动驳车的使用率 可驳入车位类型上 我们一共设置了这六种常见的车位 在这一点上采用了视觉融合感知驳车的小鹏 强是碾压性的 不仅六种车位都可以识别驳入 而且识别速度非常快 识别率也非常高 在仪表上也可以显示出所有识别到的车位 任你选择 驳车速度方面 小鹏P7侧方位泊车35秒 垂直泊车38秒 数据上基本属于这个级别的标杆 但是体验上和同级别的宝马还有一点点不同 在泊车过程中 宝马最高车速接近5公里每小时 而小鹏只有2公里左右 宝马可以更快的把车停进车位 但是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前后距离 小鹏整体速度更慢一些 但是一把到位省去了调节的时间 额外要吐槽一点的是 P7的自动泊车虽然强 但是泊车后的姿态比较一般 距离路边足足42厘米 一起测试的奔驰E300表现也不怂 作为奔驰家族 首款采用了视觉融合感知泊车的车型 除了45度斜向车位失败了以外 其余四种也都可以顺利识别泊入 泊车速度方面也是标杆的水平 而且泊车后的姿态非常标准 距离路边只有16厘米 和宝马的14厘米有的一平 你看看你看看 这也就我一只鞋的宽度 一只鞋的宽度 一只鞋的宽度 宽一点 能力仍然有待提升 奔驰的表现是刷新我们认知的 但是可视化显示 仍然是被忽视的软肋 126在同级别车型里做的也不错 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型也就是通畅的封闭道路 比较可依赖 其他也不能奢望太多 这三辆车的成绩就分析到这里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剩下的进度条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规划 2020年9月我们发布了1.0版本的42mark测试体系 希望通过量化的测试标准 更直观地展现出每辆车辅助驾驶的能力 过去这半年时间里 我们一共测试了14款车型 覆盖了市面上所有辅助驾驶能力优秀的车 虽然借车很难 测试很累 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把这个事做下去 2021年我们也会更新迭代一版 用更专业更严谨更高效的测试方法 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进行期待我们后面的内容 为了让我们的评分权重 更具公信力 我们将开始招募42mark的用户顾问团 进入42mark用户顾问团的门槛只有两个 第一 拥有超过2000公里主流辅助驾驶的使用经验 第二 对辅助驾驶有独到的见解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参与到这件事 而且感兴趣 我们也会尽量帮你达成这些要求 比如 如果你在上海或者在周边地区 你也可以随时来借用车库的已有车辆 具体的参与方式可以看评论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事对你有点点帮助 欢迎点赞 投币 转发支持我们 我们非常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 比如希望我们测哪些车型 哪些地方没有听懂 或者你觉得我们哪部分不够专业等等 都可以通过弹幕或者我们的官网来和我们交流 另外做一个小预告 下一期是辅助驾驶迄今为止最高阶的功能 导航辅助驾驶的大横屏 参与赛的选手呢 有特斯拉 蔚来 小彤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里是40号车库 我是六三 拜拜 奢侈啊 往前点还没到呢 都快多撑裂了 奔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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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这个消息呢 记得给我们这大绿胶的钱抱一下 哈哈 这个大绿胶 挺贵的 别的 这一集 在这一集 在最后的经历 由他来说